提起阅兵是,谁跟中国的正部都比不了,解放军的正部可是享誉世界的,每一次阅兵都看得血脉膨胀,充满着无限的骄傲。 其实阅兵是有很多环节的,今天咱们不说正部,也不说装备,说说阅兵是在最后一个环节。 相信大家看阅兵会有一个印象很深的环节,就是最后的时候会放飞和平哥和气球,唱命也是相当的壮观,以此就放飞几万只和平哥。 我每一次看到这里就会很好奇,这么多的和平哥最后都去哪了,气球抖落在哪了,所以特地去查了资料。 今天就告诉大家这些和平哥的具象,就那15年的时候中国举行的9月3月月宾来说,以此就放飞了7万余和平哥,在北京有十几个集结点,这些和平哥都是向性格协会和爱好者征集的。 检验通过的鸽子会对梅指鸽子的叫环进行登记,然后开始集合消毒,进车护送到集合地点,经过防暴安检。 这些鸽子最后飞到哪了呢? 其实月宾放飞的那么多和平哥都是经过训练的,请鸽的归潮能力特别强,放飞之后都会自行归潮的。 最后来说那些暴飞的几万子气球的结局,首先来说会不会污染的问题,这也是人们最关注的。 这些气球充的都是生力足,安全稳定的多性气体,氦气,并不会对大气造成污染。 气球升到一定高度之后就会爆炸,碎片会散落各地。 这些气球都是环保可降解的材料制成的,就算是到了地下也会慢慢分解, 不会造成污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